在贏下WBS世界大学篮球系列赛后 明年正大的目标就是完成UBA近年来最长的四连霸 虽然这种依旧摸摆耶 有爱者三星号 但是三人分别是镇守禁区 后场 封线战力必须也要有球员跳出来提供火力 日本在WBS期间 注意到一名正大的年轻封线 不仅可以轻松做出大车轮扣篮 拉杆反扣等高难度动作也难不倒他 今天求关注扮演球探 让大家提前认识拥有台湾最强体能 日本媒体认真的新正大航空 邹子熙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玩小编 AKA胖爷 春天在台中邹子熙 小时候就高人一等 广小时候就被篮球队的教练招篮入队 也渐渐地培养出了兴趣 上了国中原本就读的是 遗祖的万和国中 后来为了挑战自我而转到神钢 成为球队倚重的双塔之一 在1080学年度 JHBL的16强里打满全场 拿下23分 21篮板 11火锅 1315的另类大四系成就 外加延赛这件火锅 带领球队顺利进棋 可惜最后在复赛的循环赛中 只拿下两胜三负 无缘挺进到下一阶段 虽然没有以冠军来为国中最后一年画下去点 但是 邹子熙的听战精神和听战条件 被能人家伤的总教练林正明看重 高中第一年就有了出赛机会 不过身为体能进步的跳跳人 刚上高中的邹子熙比较心急 一心一意 只想灌篮 完全不具备投射能力 场均上场时间也仅仅只有个位数 好在 有教练的提醒 开始慢慢转向 虎公的角色转型 也鼓点三分球 除了保护进去之外 也会在外线放冷剑 一有空隙 他也会选择升空爆扣 在他和林子昊的带领下 能人成功闯进今年的HBO决赛 决赛 周子熙虽然角出11加11的双十数据 还是不敌松山高中的多点开花 以四分之差错失了HBO的冠军 eSIM又叫做数位SIM卡 透过扫描QR Code的方式 就可以开通网路服务 在其他人来着设定漫游或是换卡时 你已经在开始使用网路服务啦 现在出国使用easySIM 一天最低不用50元 就可以享受当地最优质的网路速度 让你发问不再lag 想要把握暑假的尾巴 easySIM会是你最可以信任的好帮手 毕业后的周子熙 跟随学长的脚步 女队友林子昊一起加入正大雄鹰 虽然加入了UVA竞履 但是除了三位外级生之外 还需要与四位前锋竞争 以前周子熙的打法 虽然有190公分的身高 也有35%的三分球命中率 但根据能人总教练李正浩的去述 周子熙目前最大的缺点 就是缺乏专注力 会不知道自己在场上 应该要充当外围侧翼 还是要在内线对抗 简单来说 就是球上还不够 想要在大一就获得上场时间 难度真的不小 周子熙的球风 定位以及现在出现到的问题 他在NBA其实有不少的案例 最有名的就是Michael Beasley 跟Eric Williams 两人都是拥有劲爆体能 在高中、大学 都拥有无人匹敌的 进攻能力与防守能力 到了NBA后 都遇到打4号不够硬 打3号不够快的情况 并且球伤都不足 周伟邦友的两人 最后也早早淡出联盟 周子熙虽然没有上述 两人的进攻能力 但却有台湾球员 少有的体能条件 以他190公分的身高 还有弹跳的高度 可能还比赫丹、赫博还要强 不过 好在他所就读的能人 政大都是体系扎实的球队 尤其政大的教练陈子威 在过去几年的UBA和国际赛 都搅出好成绩 输出的球员也都有不错的发展 直较功力已经获得肯定 周子熙如果能在政大 好好磨练四年 将自己场上的定位 磨清楚 增强自己的投射能力的稳定度 还有减少失误 未来搞不好是 好用的3D球员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要用啦 现在我们也有新的YouTube 还有IG还有抖音开放 里面主要讲的是 开卡还有一些比较生活类型的影片 叫Trifecta Trill 欢迎大家追踪跟订阅哦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一部影片 再见 再见